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原子与分子 我们来看学习目标 一,了解原子与分子的不同 二,了解分子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历史 第一点,道尔吞 他在西元1803年提出原子说 他里面其中有一点 原子是不可分割 道尔吞认为原子是组成物质最基本的粒子 而且原子不能再分割 接下来,在西元1808年给吕萨克 他提出了气体化合体积定律 什么是气体化合体积定律呢? 在相同温度、相同压力下 气体间会以简单体积笔进行反应 例如,氢气加氯气会产生氯化氢气体 他在反应过程当中 他的体积比为1比1比2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把道尔吞的原子说搬过来的话 这样子,他不能解释它 为什么? 因为一个氢气 如果氢气是一个原子 氯气也是一个原子 那它会变成两个氯化氢 那原子又不能分割 那一个氢气这个原子到底是怎么分成两份呢? 另外,氢气与氧气反应产生水 变成水蒸气的时候 它的体积比为2比1比2 同样道理 氧气如果是一个原子 则,一个氧气怎么变成两个水呢? 氧气也没有办法分割啊 所以,道尔吞的原子说就出现了问题 后来到了西元1811年 亚佛加绝 他提出了亚佛加绝定律 他认为物质 组成物质是由分子所构成的 分子是由同种或一种原子所构成 而且氢气、氯气、氧气均为双原子分子 而且在同温、同压下 同体积的气体具有相同的分子数 在这里 气体化氧体积定律就得以解释 因为如果氧 例如说氢气跟氯气都是双原子分子的话 这样子一个氢气分子就有两个氢原子 那当然可以平分成两分 氯气也是双原子分子 它也可以平分成两分 所以它的体积就是1比1比2 而氧气它也是双原子分子 所以一个氧气分子 它可以平分给两个水分子 接下来我们对分子做一个介绍 分子它的定义是什么 保有存物质的性质 能稳定且单独存在的最小单位 它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原子组成 以组成原子各数 我们可以分为单原子分子 例如氦气、奶气 双原子分子 例如氧气O2 一氧化碳CO 多原子分子 例如臭氧O3 二氧化碳CO2 我们之前在介绍物质的分类 物质可以分为存物质和混合物 在这里我们会说 一种分子就是一种存物质 一种分子就是一种存物质 存物质它包含了元素还有化合物 例如氧气、臭氧 它就是只有氧原子构成 它就是属于元素的范围 氧气、奶气也是 例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它是由两种原子以上所构成的 所以它是属于化合物 也是属于存物质的范围 所以一种分子就是一种存物质 由同一种原子所构成的分子称为元素 由不同种类的原子结合而成的分子称为化合物 所以我们来看这里 物质可以分为存物质还有混合物 存物质可以分为元素还有化合物 元素就是只由同一种原子所构成的 就叫做元素 化合物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原子 以固定比例方式结合而成 而混合物就是含有很多种分子混合而成的 接下来 非以分子形式聚集的物质 例如金属元素 我们看到的金属元素是由原子堆积而成 例如在这里金属 它是由好几个金属元素堆积而成的 还有离子化合物 它是由原子堆积所形成的化合物 是以不同种类的元素的原子 以一定比例互相堆积 例如氯化钠 我们看到一颗一颗的氯化钠 我们常常写成NACL 难道每一颗氯化钠 就只有一个钠跟一个氯所构成的吗 其实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发现如果绿色是氯原子 黄色是钠原子 它是绿的上下左右前后都是钠 钠的上下左右前后都是钠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钠跟钠 它们的比例是1比1 它们是由一堆钠原子 跟一堆绿原子所堆积而成的 我们看下面这个例题 下图中有四个密闭容器 容器内的原点为原子 请根据图中的分子示意图 完成下列问题 加1丙丁 第一题 合者表示混合物 混合物就是有好几种分子所构成的 所以答案是丙 第二个 合者表示存物质 物质分为混合物跟存物质 混合物以外就是存物质了 所以答案是 加乙兵 第三题 合者全为化合物 化合物的第一是什么 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原子 依固定比例结合而成 所以答案是 加 第四题 合者全为元素 就是只由同一种原子所构成的 所以答案是 乙和丁 第五题 合者全为单原子分子所组成 单原子分子 所以答案是乙 第六题 合者全为双原子分子 答案就是 加跟丁 最后我们来做重点整理 分子是保有存物质性质 能稳定且单独存在的最小单位 第二 分子可由一个或多个原子所组成 第三 若由同一种原子所构成的存物质 就称为元素 第四 若由不同种类的原子所结合而成的物质 则称为化合物 物质的分类 然后用原子的示意图如标所示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